Dimakas Karsins 好 查尔斯教练其实提到了 就是他接掌球队兵服是在季中 那也是保险起见 就是他只打了二十几分钟 这边扇了一个火锅 这个今年已经发生过第二次了 就是Karsins跟董茂两个人 参赛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场上出现的暂停 目前是由客队海神取得领先 制造出一个mismatch的话 现在变成说你的内线的优势 会是在云霜这边 马上看到给到Scott 这个地板球进去 小景克有点想得太理所当然了 就是在防守端可以显现得出来 他正式切入和左手 夹下这两分 现在22比18 你胡龙帽的这一个四号位的优势 就不见了 会被消除掉 但是在整个云霜 再给到Karsins Pick and Pop 人在外线 对 其实打了这么多场的NBA比赛 就在整个九居上面 非常清楚 这个球出界 这个球权看起来 今天海神的封献球员 本土封献球员很喜欢来打进区 Karsins 这边帮忙防守 应该没办法 对 比考特也好或是一换 出来把特洛马基会制造出来 其实这个会是比较一个顺的节奏 会比停下来去做单打的一些 空上 想法上 他们的策略上是比较单调 对 就是没有特别针对 有突破篮空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有好的结果 对 但篮空底下也很明立啊 他们在整个队就教练这一边的策略设定 好 表弟再把球救回来 Karsins背后运球 在两个人当中 硬挤出了空间 好 现在只能再把艾伦给换回来 Karsins跨不进来 东场这里 欧洲不进来 被毁掉 手上 Karsins直接传到前面 代表威廉 是六次的失误 Karsins no looking pass 找到克罗马 或是他刚才这个中距离跳手 追到了十分差 但是Karsins经过充分休息之后 他也回到场上 高经纬被Double Team 找到了表弟 Karsins 哇 他又发现了 威廉是在来底下 这个时候 你的自己有那把法律 随时都要准备好 对 准备好 哇 但出边 其实 邱嫣反而会记得更清楚 哇 都可以看到他 在防守堆的话 对方是浇花时间 那你必须要去想一些方法 是不是可以透过包协 因为海神经他们输 掉了29分 Karsins没办法 无解的习土 没想到 你会得到